近日有平面媒体报道 在花莲七角穿袭的出海寇 发现全球濒临绝种的来倒鸭 吸引全台各地的鸟友特别朝圣 但是尴尬的是 报道一出就有民宿老板一言认出 是自家圈养的绿头母鸭 因为曾经受过伤 眼睛边缘长出了一圈的白毛 没想到这次离家出走却意外爆红 一群人站在河堤旁 拿起相机大炮就是一阵猛拍 因为近日有平面媒体报道 在花莲七角穿袭出海口 发现全球濒临绝种的来倒鸭 吸引全台各地鸟友特别朝圣 但尴尬的是 报道一出就有民宿老板一言认出 是自家圈养的绿头母鸭 因为曾经受过伤 眼睛周围长出一圈白毛 没想到这次离家出走却意外爆红 他就是之前 就是我们家有一只小黑狗 上次之前挣脱 然后就有去咬到他 所以他那时候有一只眼睛是受伤的 那那阵子 那阵子他的眼睛就是 呈现一个就是 我们那时候以为他眼睛瞎掉了 结果后来就 就好像就好了 然后开始周围就长白毛出来这样 就是你可以看到我们家鸭子都是没有绑起来或关起来的 对所以我们鸭子也是都可以就是会自己飞出去的 甚至他们有时候会到附近的田里面生蛋 所以他这一次不见我们也以为他是去生蛋了 所以就没有太在意 就昨天晚上就看到就是有新闻说 发现了那个稀有的品种 他就发现那不是就我们家的鸭子吗 花莲野鸟协会表示 来倒鸭体型较小 头颈比例较为粗短 根据吉安鸟友拍摄的照片来看 这只鸭可能不符合来倒鸭的特征 而野鸟协会也提醒 如果遇到罕见鸟种 需要更谨慎的辨识与确认 才能让观察资料更具意义 记者吉安香综合报道